走私不止是對澳門的經濟秩序造成影響 也是一個防疫的流動 所以我們盡最大努力 警察總局長前兩天也講到我們的反偷渡聯防機制 因為我們在2015年10月份 基於當時的偷渡現象非常嚴重 所以當時保安司司長統潮下 由警察總局協調海關司警局和治安警察局 進行一個合力 所以從2015年到現在 每一年的這個數字都不斷下降 疫情之後確實走私方面有所增加 特別是香港完全是不通關的情況之下 也有些水客有些貨物轉移到澳門 然後走去內地 這方面除了內地加強打擊之外 我們澳門也是盡最大努力去進行這個截查行動 以及進行這個處罰 海軍就是除了反偷渡之外 去海上反走私也投入很多力量 我們最近的船隊也好 技術方面也好 又或者是我們人員執法力量方面也好 都是不斷增加加強的 跟內地溝通的機制也是非常成熟的 當然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截查這些走私 看數字應該上次有公佈過 其實這個效果都是相當明顯的 我們可以不斷增加強打擊 你們去看數字, 報道跟水画 不斷增加強打擊 會不會有很多人 對馬上有空的 也沒有要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